这个女人被牢牢绑在床上 两个儿子却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因为他们认为女人不是自己的亲妈妈 妈妈以前的眼睛是绿色的 而她的是蓝色的 女人听后连忙解释她拍照的时候带了美童 大笑子眼看女人还狡辩 于是拿出一桶冰水全部浇在她身上 因为她发现妈妈把她的画给撕烂了 以前妈妈都会把她的画珍藏起来 听到这里 没想到女人直接哭了出来 最终她只能解释她是两人的亲生母亲 并且绿色美童也在她的包里 为此弟弟赶紧去寻找美童 谁知哥哥找到后却说包里什么都没有 并且还拿着行李准备带弟弟离开这个家 领狗前弟弟怕妈妈发出声音 还贴心地给她塞上了一个臭袜子 就当两人等车的时候 弟弟还是觉得不放心 于是决定自己查看一下包包 没想到她真的在包里找到了美童 并且还是绿色的 那就证明女人并没有撒谎 撒谎的是哥哥 随后她赶紧冲进房间帮妈妈解开绳索 就当妈妈带着弟弟走出房间 却发现哥哥不见了踪迹 直到这时妈妈决定 不能再隐瞒告诉了弟弟真相 原来几年前 弟弟不知道玩具枪里有子弹 不慎把哥哥送去了西北 或许是因为太伤心 他选择忘了这件事情 而哥哥现在的出现 都是他一直以来的幻觉 可即便知道了真相 弟弟还是不肯接受 无意间他把母亲推下了台阶 此时的油灯开始燃烧 弟弟被吓得赶紧逃了出去 随着大火不断蔓延 妈妈也被他送去了西北 然而故事并没结束 因为在他的世界里 妈妈和哥哥都原谅了他 并且和他在一起 美好的生活起来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任何时候都不要自欺欺人 只有在有限的生命里 珍惜家人和爱人 才是最实在的 速速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